所以最近就有了一个新成员加入了 嗨,大家好,又是我Victor 所以最近就有了一个新成员加入了 那个新成员到底是什么呢,大家post这个video一下子 然后在以下留言箱留言,看看你们猜到是什么车吗 所以好啦,现在就继续 所以这个新成员呢,是一个很突然很冲动的决定 这个是朋友的孩子做一个一岁的生日 就邀请了我去他的家 然后就去他的家庆祝他儿子的生日 然后这边谈一下谈一下,当晚就拿了这辆车回来 所以是一个冲动的惩罚 然后我自己也很吓到,因为这款车是 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不会买这款车 因为有些朋友已经放毒了我大概一个十多年 我都不曾对这个车有兴趣,但是 我突然间这样拿了他们都吓到 而且都不是很肯相信 所以到底是什么车呢 那个车就是 好啦,所以这个新成员就是 一辆Honda Integra DC2 我曾经review过几辆Honda的车 我驾了我也蛮喜欢 尤其是S2000 为什么会选择DC2 过那些EG,EK呢?因为 对于我来讲驾起来的感觉 DC2会有比较那种 很自然的oversteer的感觉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比较 喜欢DC2过EG跟EK的 没错的话,在90年代 的前驱车中 DC2的handling也是 被称为前驱 最好的一辆 所以现在我就带你们走走看看 这辆DC2有什么东西 车身方面的话这辆DC2都是 蛮圆长的,没什么大改 所以这个是一件好事,因为 这辆我也要留着 越原装 的样子越好 现在目前只是换上那个 Buddy Club P1的 Sport Rim而已 外观来讲大致上都是蛮圆长的 所以没什么好讲 现在我带你们看看引擎室内的东西 好啦,现在带你们看引擎室内的东西 第一个最明显的当然是那个 Radiator已经换过 Aftermarket Aluminum的 因为 如果没有记错 Honda原装的 Radiator都是 蛮小粒的吧 大概到这个一半而已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因为我是 一个绝对对Honda不熟的人 所以如果你们 很熟悉Honda的话 请在以下留言 让我知道 更多Honda的东西 然后如果我说错什么的话 请改正 Airbox来讲的话 这个是应该是 我也不清楚是 什么Airbox 没有错的话应该是那种 Copy的那种 Spoon还是 Mulgan之类的东西吧 讲到引擎方面的话 这个是已经换上了2000D 就是 走着B20B的 Block然后走着 Sport C的Head 这个是我所知道的东西 以前车主告诉我东西是那个 Engine Block里面的那些 大小Bearing他都已经换过了 所以 近期内都应该不会成一个问题 现在就带大家来看看 这辆车的室内的东西 以我所知道这个Dashboard是 换过了这个是我没有错 96年版的Dashboard 因为它有那个 Airbag的东西 除此之外其他东西都蛮原厂的 没什么动到 现在最重要的时刻到了就是 拿这辆车出去试驾看看 它的性能到底是会如何 好啦我们现在开始上路试车 这辆车出去 Dashboar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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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